哈囉大家好 我是祥林 歡迎來到神奇寶貝新版模組介紹 以及一些疑難雜症的解答 那一些疑難雜症的解答呢 我先來幫大家解答一下吧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 很多人都想要看說所有的神獸啊 那這邊就是目前模組裡面 所擁有的所有的神獸啦 就是這八隻喔 絕大多數我都已經在我的那個 生存裡面給大家看過了 除了這隻蓋歐卡之外 那就來給大家看一下蓋歐卡長什麼樣子吧 眼睛 旁邊有點紅紅 我長得有點眼睛好像有點小啊 那他身上的配色呢就是 藍色 藍色底色然後紅色的線條這樣子 那他會在深海出現啊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抓他的話就去深海吧 然後因為深海大家也知道 那個真的有夠難搞的 所以我就不怎麼 不怎麼有意思要去抓他 那在超夢的部分呢 我是上次是沒有抓到的嘛 不過我有把他叫出來給大家看過 要怎麼出現我也都跟大家說過 那其他的這一些神奇寶貝呢 我也全部都有抓到啦 古拉多我也是有的 那目前也就只有第一代 第一四代的神奇寶貝 跟第三四代的神奇寶貝 是有那個傳說中 那是有傳說中的神奇寶貝喔 那有很多人都要我去抓什麼 什麼二代的水軍啊 炎帝啊 雷公啊 還是鳳凰啊 露基亞啊 雪拉比啊 這些目前都沒有在模組裡面出現喔 目前模組出現就這八隻喔 就只有這八隻而已 好啦 宜蘭雜陣結他完了一個 這是大家 這是大家最大的宜蘭雜陣吧 我再把時間再稍微設定一下 好的 那在這一次新版本裡面 到底加入了些什麼東西呢 他總共新增了五個神奇寶貝喔 那就是我身上除了皮膚寶之外的其他五個啦 就是這一個 長尾怪手 長尾怪手長這樣 有點微笑的樣子 他的模型上面看起來也還是不錯 都是很圓潤的啊 我在想他的快龍到底什麼時候要更新喔 因為他的快龍到現在都還是那個方形的 然後下一個是熊寶寶 熊寶寶 熊寶寶 不要害羞 不要害羞 正聯隊怎麼對 他的手好像有點在遮蓋自己的臉頰的感覺喔 耳朵會在那邊晃來晃去 相當的可愛 熊寶寶 那熊寶寶他會進化 進化之後變成圈圈熊 圈圈熊的話 樣子稍微凶狠了一點 呃 他好像也有了一個護肩的樣子 啊 圈圈熊的話有一個超大的圓圓的尾巴 肚子中央的一個圈圈 他就是圈圈熊啊 他也是這一次新增進來的喔 然後剩下來的還有這一個圖圖犬 我記得他好像是之前好像是叫什麼畫家狗吧 記不太清楚喔 反正他的技能呢 全部都是複製別人的招式喔 他能學到的都是複製別人的招式 唉唷 嘖 好煩啊 這個神秘寶貝 逃跑之後馬上又來跟你對戰了 你逃 逃了跟沒逃一樣啊 你逃了跟沒逃一樣 真的 逃了跟沒逃一樣 然後被他打死 逃了跟沒逃一樣 剛才跳起來算了 太過分了他們 OK 那畫家犬的話就是這樣喔 圖圖犬 我一直印象中一直說他是不是畫家犬啊 好啦 那接下來是盔甲鳥 又多了一個可以飛行的鳥類的神奇寶貝啦 而且他樣子還蠻酷的 甚至他樣子比較銳利一點喔 然後他的樣子就是這樣 他還有那個牙齒的 大家有沒有看到他剛剛是有牙齒的 還蠻酷的 他可以乘坐也可以飛的喔 那他飛起來的樣子就是翅膀也會揮動的 真的 我覺得他這一個做的也是還蠻不錯的 等於說又多了一種會飛行的神奇寶貝了 到時候就是天空看起來應該就比較不會那麼空了 這樣子的話天上飛的 路上走的 水裡游的 全部都有了 全部都有了 那另外他除了這五個神奇寶貝有新增之外呢 他還改了一些像是什麼配音的部分喔 那配音的部分我就不一一的把它弄出來了 那他稍微有改過的好像是 沒有挖花他好像是有改過的 可是我實在聽不出來哪裡有差別 叫一下好嗎 你叫一下 叫一下叫一下 他叫了他就只是那樣子 就那樣叫而已 或者是叫著自己的名字什麼 對啊他的聲音好像有點改變 可是他念的內容呢 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喔 那其他還有一些什麼改變的話呢 他就都是在這一頁喔 在這一頁喔 他就是新增這五個神奇寶貝喔 然後 新的聲音啦 是由David Adam這一個人提供的吧 改了這些聲音啦 但是聲音的部分好像也不是說太多啦 那他的這個 其他要改的東西呢 也差不多都沒有太多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呢 還有一個還有大家就是 我上次介紹完之後 他的那個 他的頁面又更新了 那反正一樣 就是這個這個按下去之後 然後後面這個下載給他按下去就行了 那現在最新版本就3.3.3 那他6.6.6只是開玩笑而已啊 他是萬聖節推出的喔 然後已經是穩定版了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的話 你只要去下載這個就行了 那就是這樣子啊 這次新版本更新了沒有太多的東西啊 然後 然後大家的一些疑難雜證 目前也看到的就只有這些吧 比較有能夠跟大家說的 就這樣子喔 好啦那這一次的 更新介紹就到這裡結束了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一回再見囉 掰掰